中国跳水队的天才少女全红蝉,大家一定不会陌生。 在东京奥运会上,全红蝉获得了466分的高分,凭借这一超高的分数,全红蝉夺得了奥运会冠军。 全红蝉获得奥运会冠军之后就成为了网络上的大红人,大家都开始关注这个小姑娘。 后来,大家发现全红蝉来自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,她从这样的环境中走出来真的很不容易。 全红蝉家一共有5个孩子,她家在广东湛江的麦河村,这个村子并不很富裕,但是没想到居然出了全红蝉这样的奥运会冠军。 其实,全红蝉获得奥运会冠军之后,大家也在关注全红蝉的弟弟和妹妹的情况,因为她的弟弟和妹妹也在练习跳水,而且这两个小孩子也有望和姐姐全红蝉一样取得好成绩。 很多网友在好奇,这个家庭会不会飞出三个金凤凰呢? 目前来看,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。 全红蝉现在已经成为了金凤凰,而全红蝉的弟弟和妹妹年龄比较小,很有跳水天赋,或许在未来,他们也会成为和姐姐那样的人物。 现在,这两个孩子已经后来者居上,他们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。 对于全红蝉的弟弟和妹妹来说,目前最需要做的就是成为像姐姐那样的奥运会冠军。 当然,他们两个想要参加奥运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,他们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。 如果全红蝉的弟弟和妹妹能够像姐姐一样获得奥运会冠军的话,估计最开心的应该是他们的父母了。 他们的父母已经培养出了一个奥运会冠军,如果再能培养出两个奥运会冠军,那么这一家人真的太了不起了。 有的网友表示,如果全红蝉的父母把三个孩子都培养成奥运会冠军,那么就等着享清福吧。 毕竟一个家庭里面出现三个奥运会冠军的事情并不多见。 天才少女全红蝉是大家很喜欢的运动员,她的未来也非常受大家期待。 对于全红蝉而言,接下来的任务非常艰巨,那就是身家巴黎奥运会。 相信全红蝉一定会身家巴黎奥运会的比赛,也希望她能够在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稳扎稳打,再次获得冠军。 粉丝们会继续为全红蝉加油,期待着全红蝉在巴黎奥运会上给大家带来惊喜。